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与各位分享的 不是什么新鲜的知识 乃是大家已经懂的 但我们时不时还是需要被提醒 因这是我们很容易疏忽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言语 各位 圣经常劝诫我们 要好好管理我们的舌头 因为人的言语是有触动力的 人的话语其实是很有能力的 有些话语能造就人 也能摧毁人 有些话会带给人悲伤 黑暗和惧怕 有些话语则会带给人希望 亮光和爱 换言之 有些话是我们应该说的 但另一些话则是我们不应该说的 真言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说到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可见人口里所说的话是有后果的 比如有些人因他的言语结交了许多朋友 有些人则失去了很多朋友 有人因他的话使人靠近神 有人则因他的话语使人远离神等等 真言书第十二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依人的良药 各位 我想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话语是有后果的 并且也愿意用我们的话医治人 而非伤害人 我们都想用我们的话语拉近 人际关系 而非使关系破裂等等 但事实是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口舌的 正如雅各书三章说的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奏主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送赞和奏主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这里讲到没有人能制服舌头 的确 有多少次 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该唠叨丈夫和孩子 不该数落我们的丈夫 不该在剃头上时冲动发言 不该控告人 不该说埋怨的话等等 但还是忍不住那么做了 所以我们唯有靠神 才能管得住我们的口舌和言语 那要怎么靠神制服我们的舌头呢 就是要靠神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充满苦毒 那他的舌头也必定是恶毒 说话不饶人的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充满自意的 那他口里必定会出很多控告人 和抬举自己的话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不能感恩的 那他的口必定会发出许多的埋怨 但相反的 若我们是常用神的真理 来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那从我们口里出来的话 就比较有可能是蒙恩的 我们心中充满神的爱时 我们的话语必会流露恩典 我们的心中充满真理时 口里的话也会诚实 不说谎 我们心里充满信心时 话语也自然带给人鼓励和安慰 而不是惧怕 所以各位 我们当保守我们的心 多用神的话和真理填满我们的心 并且圣灵也是借着神的话动工的 当我们多接触神的话语时 圣灵也会使我们整个的心灵和生命 都被神的话语影响 以至我们的舌头能变得更加蒙恩 然后我们也当时常练习说蒙恩的言语 弟兄姐妹 我们堕落后已经不习惯说蒙恩的言语了 反而我们习惯的是说控告人 刺人 伤害人 埋怨 消极的话 如果我们要摆脱本性和习惯 我们必定需要操练的 若没有练习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动不动回到老我的习惯 回到一个充满害死人的毒气的口舌 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 虽然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大过神的主权 但神所赐人的自由意志还是有其功能的 因此我们其实能够选择我们的言语 所以神才吩咐我们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而好话不一定是指奉承人的话 或是使人悦耳的话 神的重点在于叫人得益处 而哪些话才能使人得益处呢 就是从神的真理而得的生活原则和眼光 才是真正会叫人蒙恩的 虽然有时神的话在人听起来不一定顺耳 但只要是能造就人的生命的话 就算难讲 我们还是要说 另外 蒙恩的口舌不一定代表我们就要说话 有时也许最蒙恩的反应就是沉默 而当我们很恰当地勒住我们的舌头 那其实也代表我们已经能管理我们的口舌了 在圣经里 神也劝勉我们要慢慢地说 不可冒失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此 当我们正要把话吐出来时 也要在当下慢一秒 靠一下圣灵再说 刻意思想一下再说 弟兄姐妹 我们若把神的话当真 必定会愿意也实际地会好好地管理我们的口舌 让他荣耀神 而不是任凭他伤害人或是得罪神 不过这是我们一生都得下功夫的征战 但愿我们都能像诗人一样祷告 耶和华啊 求你看守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